NodeMCE2来读取数位奖位的讯号 执行OSEP连线程式 选择COMPOR 选择ESP8266 输入COM3 1152.0 按下RESET扭 ESP8266重新连线 秀出IP 请你把IP 反白起来 关闭PUT S31执行起来了 开启OSEP离线程式 打开 选择ESP8266 扩充元件 顺便也把webcam打开来 让它最亮 好 目前我的 ESP8266 是接在 D2的位置 我的按钮 我的按钮是接在D2的位置 然后我们使用 ESP8266的积木 贴上它的IP 1 然后我们要读取的是数位角位 这个不是2应该是要14 这边有点小错误 那 事件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 点绿灯找到NodeMCU 我们按下空白键的时候 让它 重复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不断的说 每隔0.5秒 侦测一次 侦测谁 侦测我们的 D2 就是 GPIO4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按开始 猫咪没有讲话 我按一下空白键 是这一只 我们现在的是这一只 现在讲的是1 每隔0.5秒会侦测一次 压下去没有 0 放掉是0 压下去是1 放掉是0 压下去是1 放掉是0 压下去是1 放掉是0 这就是数位脚位的 值它的读取 你就可以利用它来做 看你想要做哪一些事情 当我们数位脚位是1的时候 按钮按下去要亮LED灯 或者做别的事情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我们的 数位脚位的读取 继续